常常说创作可以抒发你的内心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的画展 台湾有一位艺术家 他的朋友因为忧郁症过世了 为了纪念这个朋友 艺术家召集了也曾经得过忧郁症的画家 一起办画展 有一些画作色彩缤纷 你几乎看不到任何忧郁灰色的感觉 他们说既有创作可以抒发内心的绝望和沮丧 当然他们最需要的是统领和陪伴 伴随着旋律将受伤的伙伴扶起 这是新寿创意场所主办的忧郁症关怀展演活动 他们是一个为忧郁症发生的团体 策展人Lidia说这段舞蹈也是她的真实故事 经历过忧郁症的她透过两位朋友一路陪伴 终于走出情绪的谷底 还有很多人还在那个忧郁症的那个挣扎的里面 所以我就会记得那个其实在忧郁症里面 很痛苦很辛苦的那个感觉 那我希望就是忧郁病友他们的心声可以被了解 可以被听见 珍兰以画作为主 邀请三位曾经经历过忧郁症的画家 透过画作将心声传达给观众 擅长画插画的张鹏杰 利用缤纷的色彩将情绪的转折呈现出来 有的人说都看不出来你有忧郁的心情 那其实我那时候我觉得潜意识里面 我是很需要爱 所以我画了好多的爱 大大小小的爱心 其中一位画家吴东颖 在2010年因为忧郁症而过世 他的父亲特地打造一个木框 保护儿子的画作 希望他的作品能够让更多的人看见 一开始我只是想要为他圆梦 因为他的梦想就成为一个画家 而且他非常努力 其实他在忧郁症的疾病当中 可是他每天还是很努力地创作 Vidia说 忧郁症患者最需要的就是朋友的陪伴 门口的两棵树 同时也代表忧郁症患者 想要听到与不想听到的事情 希望透过这场展览 让社会更了解他们的心声 哇 谢谢大家 我是LIVIA 很高兴回到焦点来分享 那上次来分享这个五名心理计划 其實是五月的時候 那我覺得剛剛這個影片其實是 就是 沒開喔 大家還算聽得見嗎 就是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執行計畫的一個成果 那我來分享一下就是自己的這個 剛剛說的小小的故事 那其實我很喜歡就是各種形式的藝術 喜歡舞蹈喜歡音樂 所以我現在從事主要是舞蹈 但是各種形式藝術我都喜歡 所以我就 常常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 就是藝術到底可以做什麼 那這個故事呢 就是在2010年的時候 我的一位朋友 吳東穎 他因為憂鬱症 然後他自殺過世了 那他很特別是 他有一個夢想 就是他要成為 想要成為一個畫家 那他非常努力在他的這個夢想上面 那這幾幅都是他的一個自畫像 就是非常自戀 然後畫自畫像 他非常堅持在他的這個夢想上面 那當我們去到他家的時候呢 就看到他的房間 這不是房間啊 就算是一個陽台 然後上面就亮著他的一些畫作 或是他的一些畫作 很多就是擺放在一些角落啊 掌灰塵 然後我看到的時候就覺得非常的可惜 然後那時候開始浮現一個就是 覺得這些畫作應該被公開的展出的一個念頭 那這些是他的一個作品 那他當時都有記下一些他作畫的時候的一些心情 那大概瀏覽一下 這是我們現在現場正在展出的畫作 那這一幅是畫他家門口 然後這幅在現場也有展出 是一個臨摹的畫作 那這是他的一個自畫像 然後這是台大的一個水彩的作品 跑太快了 那這是他的一些速寫的作品 那很特別是他很 就是非常的認真 就是他隨手就是拿一個本子 然後在路上可能看到不錯的景啊 或是他看到喜歡的照片啊 或是一些景物 他就練習把它畫下來 而且每一幅的構圖都非常的完整 那我們在現場也有呈現這一個速寫本 那上一回焦點的時候大家有看過他的複製品 那會跟憂鬱症結合有關係呢 就是因為有一天我也有了這個憂鬱症的經歷 那我發現就是 憂鬱症的就是這個生病的狀況 比我想像中要痛苦很多 就是我腦中常常就是有一些不可控制的負面思想 不斷的出現 然後整天想想不停 光想就一個人就累了要命 然後每天就是一直想要睡覺 要不然就是晚上就沒有辦法睡 然後或是頭暈啊頭痛 有很多就是身體的症狀 就是一個很痛苦的感覺 於是呢 在我好了以後感謝主就是 我現在已經完全好了 那但是我沒有辦法忘記在那個疾病當中 那個痛苦的那一個感覺 還有周遭人的不理解 所以當初為朋友圓夢了這個想法 然後再加上為憂鬱症的病友來發生 就形成了這個無明星體計畫 所以呢又回到剛剛那個 藝術可不可以改變世界的問題 我發現就是藝術其實加上愛的力量 它就可以產生一個改變 就從一個小小的想法開始 那我們現在其實還是一個很小的團體 就是一個非營利的組織 然後也沒有任何的立案 就只是幾個人就是在一起 然後都會很熱心在那邊坐 但是我們的夢想並不小 就是我們希望讓更多人可以去了解 憂鬱病友他們真實的需要 然後給予同理心的關懷 那改善其實就是社會這個環境 如果更加的友善呢 就可以更多人走出這個憂鬱的陰霾 咦那是剩下時間嗎 又來了 好那所謂同理心呢 其實就是 站在他們的一個角度去想 那很多人會對憂鬱症的人說 欸開心一點啊 是不是你想太多了啊 你過太爽了 或是你不知道感恩 欸你轉個念頭就好了 但是其實這些話是很傷害他們的 也沒有辦法真正幫助他們 其實有時候靜靜的陪伴 或是幫助他們看見他們內在的那一個光芒 其實就很夠了 因為每一個人其實 與生俱來都是有那個光芒 其實他們光芒被憂鬱給掩蓋了 那我們的期待就是 不要再有一個下 就是這樣子一個心碎的家庭 因為其實他們家人現在都還沒有辦法 從這一個 這一個就是 家人自殺的這個陰霾當中走出來 那這是我們現在正在展演的物聲章 我們演場展期到27號 所以大家可以拿剛剛的DM 循著自己時就可以找到我們的展場 那我們的三位畫家的作品 剛剛影片裡面有介紹過了 然後我們的演出Python已經沒有了 三場都結束了 那這是我們布展的一個過程 那還有門口前兩棵樹 請大家一定要去看 上面掛的是我們收集來的 憂鬱病友的心聲 他們想聽到還有不想聽到的話 ㄟ這個是我們Q search先生的愛心嗎 大家也可以 是嗎是這一個嗎 謝謝你啊 就大家可以掛愛心在樹上 可以留下你的祝福 可以跟我們展場做一個互動 那就是我們開幕的一個過程 那非常謝謝 一路上有很多人慢慢的加入 那有更多的故事在這個小小故事裡面連結 我覺得這是最感動最美的地方 那也謝謝就是這一次真的很 無心插流流成枝 就是有一些媒體報導 那也幫助我們的宣傳就是能夠 就也謝謝陳惠 他特別是就是這次協助我們媒體的聯絡方面 讓我們有就是更好的宣傳 那就是我們這一次的 大家剛傳遞的一個就是我們的周邊 那這個筆記本呢也很特別 他有一個小小的故事 一一一二十二秒 那他是我跟東以 就是我之前就是把他 就是覺得他畫作很美 然後我就把他踩印下 然後剪貼在我筆記本上 然後寫下一些自己的文字 然後他看到的時候就覺得 欸這很棒耶 好感動 我想要做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那一次其實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 對 然後我就覺得 欸其實這個idea很好 那這次策展的時候 我就真的把它放進去 實現做成了這一個筆記本 那歡迎大家 可以到現場認購喔 那歡迎大家到 就是我們無聲障展場 最後一個禮拜二十七號 我們四點策展 也歡迎大家在禮拜六的時候 可以看完 然後會看到我們 就是馬上把東西撤掉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